整直炎热的夏天,很多的人都被这种干燥的天气闷住了,而韩国女团TWISE携带新曲Dance the Night Away的回归,带来了一股清凉的海边风,不愧是韩国的大事女团,一回归就引起韩网友的热意欢呼,MV里九个女孩各自有自己的特点。 舒服又自然,指的一提就是子还是那么美,美美的词终于多了,就是可怜采英只有三秒的歌词,但是因为她是主妃,也就不用太多纠结了,不知道采英能够因此提升她的人气。 不过从目前来看,这首歌倒是不算大火,比起让她们站住脚的Jerob和奠定她们四代女团TWISE的TT来说,可能还差了一点,但是TWISE一直都很稳定,就算是胡乐的Signal也是分好听。 而且现在说她们胡也太早了点,相信只要之后稳扎稳答,地位还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。 在六月份回归的粉末,可以说得上大爆了,连续一个月取的一位,油管也是破了纪录,独特的中毒曲风和博国内网友的好感。 虽然在韩国的人气不算很高,但是也是油管大户之一,再加上YG的口碑,只要正常回归肯定能保持前三的位置。 所以请YG的社长能好好听着Jerob和Jerob的意见,请让我们一年回归两次吧。 今月七月十七日,曝光了BlackPink四倍,小仙女的最新画报公开,展现独特魅力。 Jerob还是画报美人,很有大姐的风范,蓝色的长裙显得Jerob气质,优雅大方。 Jenny是最适合黑色的成员之一,也是Black和Pink间的很好的成员。 Misa Rose红衣红发一些温柔,Money Lizzy则混血感十足。 最有人气的韩女团是Tuber最独特风格的女团是BlackPink。 而公演学历最强的就是刚刚回归的Mama Mo可能在舞蹈方面没有很来美,但是个个都是local级别的。 新曲Egotistic一公开,就立刻占据个大榜单。 比起MV大家更爱她们的舞台,舞台上的成员们魅力四射,性感又燎人,相信这次的成绩也会很优异。 韩女团最有代表的四大女团有三个都已经回归了,不知道作为大姐的Red Velvet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归呢? 1月发表的新歌Bad Boy的大号局势,已经开始让粉丝憧憬下一次的回归了。 而SM的女团少女时大人数不全,FX又成洋女,作为纪女的Red Velvet地位又很尴尬,真的有点心疼五位小姐姐。 据说SM也将要出大型五代女团,不知道Red Velvet以后的日子会不会更加艰难? 神颜的味道陪珠璇,S江瑟琪,实力主唱瑟士玩,或者妹妹嫖秀容,王内金银铃,很多的粉丝都在等着你们的回归,希望你们能越走越好。 。 ág。